现在我们应该如何去评估 港股的形势 究竟是在打底 还是要小心 是把握机会反而要捞货 不如也减仓吧 我觉得短期 这一转市的走势比自己预期还要弱 因为其实之前也说过 本身觉得10月份的低位应该是年流的底 但结果在上个月尾的时间就穿了下来 但当然最主要因为近期 多了刚才提到的Omicron因素 这就比较突如其流一些 认识整个市况又更加负面 暂时来说 当然我觉得短线跌了这么急 有些反弹不出奇 但是暂时港股是否很好 可以看下来乐观一点 我想也未必是特别理想的 可能如果你是反弹也好 你会看到过去9月10月11月都是 其实3个月都有试过反弹 但每一次反弹的高位都是比前一个月低的 即是不断在斜下来 也算了 所以就算这一转反弹也好 可能都是去24500 24800附近 都是差不多 都挺进的 所以要大升 我觉得那一句是比较难 所以短线暂时就是这些幅度去先走 但是如果你说 对中长线来说 始终我觉得港股 这一刻如果才考虑去到 所谓青仓走的人都熬了差不多一年 现在才走 我觉得就略嫌有点迟 甚至乎如果你真是纯粹理性一点 譬如一些估值 前景上看 虽然前景未必太过明朗 但是估值来说 始终整个恒指 现在去到9倍多PE 其实都是极低的水平 其实变相过去 很多时候很大的股灾也好 或者很多危机也好 最差的都是试过8倍多 其实现在不是差很远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 就算刚才提到 未必即时有很大声 或者是真的向上望的空间 但是应该再急插 或者再跌很多的机率 我觉得真的不多 所以如果你说 完全没有什么货在 我觉得如果你说 现阶段 你是真的肯做一些 比较长闲一点的去到部署 我觉得慢慢开始买下 其实是OK的 但是真的慢慢买 不用急 始终港股 因为刚才提到短期 也不会等得太多 或者不是太有大的方向 然后慢慢买 其实长线一点去看 我觉得那个直播空间会有 但是这个真的要考大一项耐性 始终港股欠缺化一些 比较明显上线的出发制 是